她們想要應徵男優 一定有粉絲訊息妳說 Julia我想要應徵妳的男優 像這種妳就會覺得有點害怕 因為妳就不確定是不是詐騙還是什麼 只是我覺得如果假設只是說 到底應徵我們到底要怎麼評估說 她會穿她自己的下體照當視鏡影片 她會自己拍攝視鏡影片 她會從這樣拍拍拍拍拍拍到她的臉這樣 然後再跟我自我介紹就是她的五官端正啊 家事清白啊身高體重這樣 我如果是我的話我自己是蠻重相處的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會覺得說就是要 因為我這邊是可以刷約會 但是我不是說刷約會是可以認識 認識成為朋友之後 妳跟我越熟識我就跟你會想跟你啊 是不是 但是就絕對不是難用 因為我這些譬如說我約跑酷認識的朋友 也都是成為朋友之後 慢慢的我們有這種感覺我們才會發生嘛 那我可能就問她說 就是妳有沒有那個啊 然後她就覺得說我被翻牌了 會不會有這種 就本來可能只是跟你當朋友 然後一直在等待說什麼時候 朱利亞女王要翻我的牌 欸其實我這倒是有推薦我朋友 她說她的男朋友不太愛洗澡 然後都喜歡就是叫她吃臭的嘛 然後我就說妳可以邀請她說 那我們先去洗澡洗鴛鴦日 也是算製造情趣的 對啊我覺得洗澡也是製造有情趣 至少還可以幫她洗乾淨就想想妳 就為了讓自己可以把東西洗乾淨再吃 那她如果那麼臭的情況下 妳朋友會吃嗎 有時候但是她其實是不太喜歡的啦 那男朋友是本來就喜歡臭的方式讓她吃 沒有啦只是正好就是一個性質來 我們有時候在一個性質的時候 我懂我懂 臭我也是真的不太行 而且我覺得不只是那裡臭 我覺得就身上如果有一個奇怪的體味的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非常的掃興 然後等一下進入到Swag之後呢 我們就要來實測飛機杯 你知道現在出了很多各式各樣的飛機杯 已經不是像什麼雞排妹在賣的那種還要自己手動的 現在厲害的飛機杯是已經到電子化的時代了 那一個目前在她體驗的東西的陣中強度 大概好比地震差不多 現在應該是放煙火的程度吧 我們最強的是放煙火的程度 已經超越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曾經 如果有機會握在手上的話 妳知道她為什麼忍不住 我有機會 不是 妳就放這邊就有感覺到 喔喔 欸 牙盒更有感覺 像觸電一樣 可以再丟一個陣嗎 現在沒有 可以再丟一個陣嗎 拜託喔 有人可以再丟一個陣嗎 我剛剛被嚇到欸 地震模式來一個煙火模式來一個 我跟妳說 剛剛那不是地震模式的 那個陣度是 像核三等級 對 喔喔喔喔 我不是在演 我真的沒在演 我沒有在演 天啊 這一次有點誇張 是把手伸進去的對不對 沒有沒有 我跟妳說 我覺得Julia超屌 因為我剛剛沒有想過陣度是這個程度 哇 那妳這樣還忍得住嗎 我 我忍得住啊 你為什麼有辦法在這個陣度 不是 還可以講那麼正經的話題啊 不是 我要講我忍得住 可是我覺得你們這椅子 可能就不保了 可能會有點濕濕